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双肩论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阿里巴巴 Group 这个是在香港上市的 阿里巴巴 这个股友就问了 它是不是处于下跌趋势 这个是是的 它是处于下跌趋势的 一直往下掉 这样子讲来看吧 它这边 盘整 然后呢,就从这边 跌破这个盘整线 这边跌破一个新低 这边就是一个新低了 跌破 就是非常不好 跌破之后呢,就往下掉 现在呢,它好像又回到它这个 回到它这个什么 它之前跌破的条线 回来 回来看 突破不到 我记得之前我讲说 要等它突破这个才考虑的 它又往下回来了 回来呢,现在这个是LOW 它正在飞着来 我们就要看它 这个会不会形成一个HIGHER LOW 或者是什么 在跌破这个LOW 平成一个LOW 这个不知道 通常呢 如果形成HIGHER LOW 的话,这个是一个 马路讯号 但是我认为 就算它有机会 现在HIGHER LOW 它应该也是短期里面 没有能力突破这个套牢 没有能力突破这个200天均线 没有能力突破这个 买到第二只脚 过不到的 除非你是长期的 短期里面如果你是做反弹的话 你可能会买到大概是71块左右 然后在80块之前呢 你不要放出去了 这个是第二只脚的一个操作方法 另外一个呢 就是算长期的 如果你认为这个股的基本面不错 你要守长期的话 这个时候也是不计较去进场 又怎么呢 因为它这个筹码呢 它是很多 等到它看到它这个筹码的时候 已经往下移的时候呢 就是已经差不多了 已经是 底部已经完成 那时候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你可以看到之前这边啊 这边 这个也是一个底部嘛 注底嘛 这边 它是最后怎样 最后就破这个底部 这个也是很惨 所以我们就想说 等它出现这样的这个底部 顶上筹码就这样子了 已经往下移了 那时候 你就可以进场了 那时候如果它突破这个 盘整区的最高价 这个就可以进场了 现在它这边有一个底部 现在开始形成一个更低的底部 看到吗 那等它突破这个 最高价的时候 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因为我们担心它可能又跌破呢 又形成一个新的呢 就惨 就不要进场了 各位认为呢 短线的话 你就抓第二只脚 抓反弹的话 你就抓第二只脚 higher low 长线的话 又等它突破这个 200点均线再看吧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